妈 爸你回来了 续阳哥来了 林先生 早就到了 唐院长回来了 这么着急 找我有什么事 两个事 那咱们坐下谈吧 好 一呢 是童童的事 我想任童童做我的干儿子 续阳哥 喝水 那你们 你们慢慢聊 弟妹 你也听听我的想法吧 你不是童童的姑姑吗 你的意见很重要啊 您说呢 杨文 你也听听吧 我没想到林先生 会提出这个问题啊 是这么回事 我这个人啊 一直特别喜欢小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眼见童童就觉得特别亲切 后来又几次带着童童出去玩 又感情了 瑞 你们看我做这个干爹合适吗 林先生 我和童童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你应该清楚吧 我非常清楚 童童是白林的儿子 雅文呢 雅文呢 是她姑姑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由他们来决定 是吧 雅文 对 我觉得这事还是跟白林商量一下吧 我倒觉得你和童童挺亲的 有点像母子 许阳哥 你真会开玩笑 妈 这事还是让白林来决定吧 林先生 我看你也不小了 应该结婚生孩子了 认什么刚儿子 还是轻生的好 唐院长 真是一言难尽哪 许阳哥 你跟我妈不是还有另一件事情说吗 是不是股票啊 对了 我还正想问问你呢 最近股票行情怎么样啊 这个事是这样的 现在欧债危机还在继续 只要您耐心地再等一等 我想行情一定会好转的 林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相信你 那我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那我们就谈到这儿吧 我下午还有个会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认童童做干儿子这事 我是认真的 弟妹 你和白林也好好商量商量 那就这样 打扰了 告辞 认童童做干儿子 养文 送送林先生 送什么 我还会再来的 养文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林旭洋 有点怪怪的 她怎么会突然想起来 要认童童做干儿子 怪怪的 有吗 是不是您想多了呀 她这人不一直都这么稀奇古怪的吗 今天晚上我不回来吃饭了 有个宴会 我去换一下衣服马上就走 不好意思 这两天都没有上线 因为这几天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接受了一段新的感情 有些突然也有些奇妙 那种感觉说不上来 和她在一起 心里觉得踏实 也很安心 你呢 你要追求的人追到了吗 真巧啊 我也刚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和她在一起 我也觉得很踏实 很安心 其实男人也需要安全看她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是给谁做菜呢 娄蜜 看 爸 哪个是爷 那个 那是卫星啊 那再放点 这个 好 再来做 那是酱油 这孩子 五碗 加点 辣椒片 这菜还能吃吗 爸 你尝尝 好吃了 谁跟你有仇啊这是 糊了 糊了 你妈 你爸 你来帮我重座一个吧 你妈 Krit Brave 你来啦 怎么都没人啦 都收工了 饿不饿 你要请我吃东西啊 没死你 尝尝我做的爱心便当 这是你做的啊 你吃不吃 吃 吃 你做什么我都吃 怎么了 你做的吗 当然啦 没想到你有这个手艺 跟你爸做的一样好 遗传 好吃吧 好吃 好吃极了 慢点 别噎着 来 回来了 我买了菜 一起吃饭吧 嗯 嗯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吃 别的什么都不管 你去客厅喝茶吧 行 看你的啊 桌上有杂志 是 无聊了可以翻一翻 白沫里 最近几天好吗 最近几天好吗 吃饭啦 来 吃饭啦 你到底是谁啊 我看你 你还看你 在哪里 你听我说 说什么 我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件事 还解释什么 你还想怎么骗我 我没想着骗你 我们相处这么久 我对你都是真的 我不知道 连你的身份都是假的 你还有什么是真的 你的名字是真的吗 真的 签证完全 这可是我名片 大中国区代表 我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 我跟你说过 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资本运作 你原来是住在 离我工作很近的那家高级酒店吧 是 五星级酒店你不住 你住这儿 你什么意思啊 我喜欢你想接近你 对不起 我应该跟你说明白 我简直是太傻了 我跟你谈论我的一切 一点保留都没有 你是不是特得意啊 你从来没遇到过我这么傻的女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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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他们家过得怎么样 我 挺好的 就是 就是什么 是不是你婆婆找你麻烦 还有那个郑雅伦 没 他们没找我麻烦 就是 就是我反而有点不习惯了 那这慢慢习惯吧 以后有什么烦心事 就来找我吧 我知道了 姐 怎么真的准备跟她分手啊 也许她说的都是真的呢 我可不奢望那都是真的 还是踏实点吧 不想再重复过去的痛苦了 姐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别再告诉爸妈了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我打算搬回家去住 坐下来 红酒一百瓶 牛肉两百斤 洋葱五十斤 黑酒 你好 这位先生 上次那个撰稽的事情多亏了你啊 今天你到我小店来 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 免单 不用了 谢谢 麻烦问一下 白丽在吗 白丽 她辞职了 辞职了 内屋没人 人已经搬走了 打什么电话呢 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呢 怎么了 心情不太好啊 感情上的事吧 也算命了呀 什么都值了 刚才开会的时候 就看你心不在焉地盯着手机 感情这种事呢 是你投入得越多 你就陷得越深 你这是有感而发吧 你说呢 一直没时间问你 你跟那陈英杰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会是第三者 你可别胡说 她早就离婚了 反正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可没去破坏她的家庭 那你们这算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对了 那你呢 前两天还见你春风得意的 怎么了 这风向转得也太快了点吧 是不是你的风流氏 被人抓了现行啊 别开玩笑 我说想结婚的是真的 对不起 在你的心里边 我这形象算是毁了 也许这是老天爷 就不让我幸福 别那么悲观了 快说说 我好帮你参谋一下 你 当然 这最了解女人的 还得是女人 你快说吧 我爸跟他说我是个小职员 还把房子租在他隔壁了 谁知道露馅了 你怎么会这么说呀 他的感情受过伤害 有很强的戒心 我怕把他吓跑了 可现在他躲着我 电话也不接 也搬走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找他去啊 用你的诚意打动他 当然 这得有策略的 如果你能让他身边的人 支持你 谅解你 那你就身工一半了 他身边的人 姐 某某人来电话了 拿来 拿来 怎么不接电话呀 没你什么事啊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分手了 生死了 太可怕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林旭阳真的把我逼疯了 昨天她在我婆家人面前 差点就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 他要的不是钱 他要彻底毁了我的生活 妈 他要我们家破人包 家破人包 他是非要逼着我 鱼死亡破 妈 好 红烧排骨来了 彤彤你看 这是你最爱吃的排骨 爸给你加一块这个 你看 最大的一块给彤彤 快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彤彤 不能右手拿着吃 这样不胃生 我刚洗完手 彤彤 不听妈妈的话了 别管他啊 小孩子嘛 让他自己吃 要给他点自由 好 白玲啊 这林旭阳说要认彤彤做干儿子 两位没跟你说 我忘了 妈 林旭阳 谁知道他是不是开玩笑的 妈 您不是也说他这人古古怪怪的吗 林旭阳 到他家来过 是啊 那莫名其妙地说要认彤彤做干儿子 说他喜欢彤彤 妈 妈 我觉得看完再说吧 毕竟咱们对这林旭阳也不是特别了解 对吧 嗯 妈妈 是灰太狼爸爸吗 他对我可好了 我觉得 林旭阳这个人还可以啊 彤彤认他做干爹没什么不好的 这个话题别聊了 吃饭 来 吃吧 我 不要 有儿 你这怎么了 我做噩梦了 什么梦把你吓成这样啊 我不记得了 你最近怎么老做噩梦啊 你先睡吧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护壳 你屹一便 不舒服 走耳一直做噩梦 这不把自己吓醒好几次了 雅温啊 你还是赶快到医院去看看啊 彻底查一查 我不想去 我一听医院我现在就紧张 我看你啊 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 到国外去也治不好你的病 妈 我送彤彤去育儿园了 一会儿坐我车我送你们去吧 不用了 雨翔在外面等我们呢 那就快去吧 奶奶 叔叔 姑姑再见 彤彤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问她不应该叫姑姑 应该叫婶婶 你怎么总是改不了口呢 就是姑姑嘛 我们先走了 妈 这叫姑姑 我怎么停着这么别扭啊 叫婶婶我还别扭呢 丽儿 今儿这是怎么了 正是吃饭的底儿 一个客人都没有 妈 别着急 大家都在想办法 一定会好的 对 你妈我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做生意嘛 起起落落 很正常 我能接受 老板 老板 来客人呢 是你啊 阿姨 大姐 白叔呢 是 在后厨呢 我去找他 好好好 妈 这个汪爷跟咱们家老三 怎么样了呀 他人也不错 你爸特别喜欢他 就不知道老三是怎么想的 来喽 清炒虾仁 吃 小王啊 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啊 我那个是扳门弄斧啊 您就凑合着吃啊 来 敬你一杯 小王啊 你是上海人吧 对 地道的上海人 哎呀 现在会做菜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尤其是男孩子 就更少 您就别笑话我了 来 尝尝看吧 还行吧 什么是行吗 这简直是太行啦 你上过厨师学校 没有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没什么准备 改天我给你做一个我拿手的红烧肉 还有那个熏鱼块 到时你再点评点评 好 我啊 要是开个海派四方菜什么的 保证生意好 四方菜 四方菜 四方菜那么好叫啊 那是需要有传承的 你有吗 没有 小王啊 不瞒你说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你在厨艺方面有天赋 是个好厨师的材料 哎呀 我这辈子啊 如果能有你这么一个徒弟 那我就知足了 来 可是我知道 你的心思不在这儿 我这个小小的菜馆 留不下去 白叔 您别这么说 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喂 你可别太小看自己了 就凭你 就凭你能把上海菜做得这么地道 你就会大有用武之地 按照现在的时髦的说法 这叫什么 叫钱 钱力股 真的 白叔 您要看得上我 我以后可跟你干了啊 好啊 你说跟我干 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一会儿咱们就把菜谱定下来 我这还没喝多了 怎么就答应了 反悔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 来 我敬你一杯 你回来了 这么晚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在后悔呢 后悔什么呀 一句两句说不清 你喝酒了 跟谁呀 跟你爸爸 我爸 怎么了 跟你说了吧 我今天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 陪你爸爸喝了两杯 你爸爸吃了以后非常满意 说我是一个干厨师的料 非要我跟他干 我一高兴就答应了 你说 我怎么就答应了呢 你要是觉得干厨子委屈 你可以不做呀 你要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谁也不拦脸 我爸妈还希望我们三姐妹继承家业呢 可我们怎么就没答应啊 你在这儿晕着吧 我先回房间了 我先回房间了 白陆 你回来 白陆 我等到你这么晚 就是想跟你聊聊 白陆 姐 你在屋呢 你这电话一句响你怎么不接啊 姐 你这样一直不接电话 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总觉得 你们你们要这样分手了 真的挺可惜的 谁和谁分手了 小姑 你回来了 没吃晚饭的吗 你别打岔 白陆 你快点说 是不是你大姐的事 我不知道 姐 我先回屋了 小姑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睡你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 我告诉你 是我跟关浩天的事 我的姑奶奶 你没发烧吧 你就这么上嘴唇 一碰下嘴唇 就把关浩天 这么好的极油骨 给碰了 小姑 我们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 我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可是人家 跟我根本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我也不想高攀 有什么高攀不高攀的呀 我倒是想高攀 可惜没这个机会 只要他是真心爱你的 那就够了 你说 他要是真心跟我相处 干嘛隐瞒自己的身份呢 也许 也许他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我不需要惊喜 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 白丽啊 你说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你也得为你爸你妈考虑一下吧 他们现在最大的心病 就是怕你一个人孤独的生活 好了好了 你别劝我了 我可是不认为 那个什么关浩天的谎言 是有意要伤害你 我觉得 说不定人家是善意的呢 在这点上 你一定要相信小姑我 关键时刻 我的情伤还是不低的 是吗 那为什么 你每次谈恋爱 每次都失败呀 你懂什么呀 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还是等你成功以后 再来教育我吧 哥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我高兴啊 咱们贺家四房菜 有继承人了 老大同意结了 不是 那谁呀 王爷呀 上海菜做的呢 那叫地道 清炒虾仁炒的 那个香啊 我看好他 把咱菜馆交给他 绝对放心 他答应你了 那拍着胸脖子答应他 我看他干不了几天 他就给你撂了 不是还有老三管着他呢吗 想的没你 老三 他能待在厨房里 守着咱这份家业 干不了几天 他就投降了 也知道 人家就费了吗 他想要做了吗 人家的小孩 有些人 我去看啊 你去看哪有一个 我去看哪有些人 你去看哪有一个 你去看哪有些人 真的想好好干 把咱们的贺家私房菜传承下去 咱们家的私房菜做了几十年了 我们三姐妹都是吃贺家私房菜长大的 现在店里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我心里也是着急啊 姐 这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你又不住在家里 你怎么会知道 我不住家里我不知道 那你天天住在家里 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办 生意上的事 我哪知道 行了 别争了 贺家私房菜是爸妈的心血 现在他们岁数大了 身体也不好 我一定要帮他们把这个菜馆 敬意下去 你们两个要支持我啊 我会尽力的 来 丽儿 开始吧 好 好 好了 好 好 来 小心手啊 来 看看 好 这可有日子了 新北 咱夫妻俩凭着老爷子 把这贺家私房菜的手艺传给我 辛辛苦苦地把它经营到今天 不容易呀 可是现在 越来越难了 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呀 你总想着过五官斩六将 谁没有走卖城的时候啊 做生意嘛起起落落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尽力就行了 哎 我老了 但愿咱俐儿 能把这贺家私房菜经营下去 起死回生 越办越好 二号桌加菜啊 哎 好嘞 你们别进点凉菜啊 这边好吃的多的是 会挑嘛 啊 仔细看看啊 哥几个吃得怎么样 有什么尽管叫我啊 好 慢慢吃慢慢吃 吃得满意吧 满意 我没推荐错碗 没有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 招牌跟私房菜啊 哦 一个个都尝尝啊 多尝尝啊 好好好 谢谢啊 露露回来了啊 今天累不累 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啊 都是我叫来的 他们没有尝过 咱们家的私房菜 让他们合成 别别别 什么咱们咱们的 谁给你咱们的 不开心了 你别再强迫人家 来我们家吃饭了 我没强迫他们的 都是自愿的 再说 我也是为了咱们家的 生意晚了 又咱们家 再说了 人家也不能天天来呀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不自欺欺人吗 咱们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呀 咱们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说可以 你说不行 王爷 简单 来了 你赶紧进去休息我吧 来喽 现在东南亚市场分布 比较平均 利润也比较平稳 现在主要是 要开发韩国和日本的高端市场 我们 陈总监 能不能把国内市场的分布 再简单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是东南沿海 现在主要是西北五省 还有待于 抱歉 我接个电话 是 是 你得主动点 可他现在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 啊 那这还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是我错 我应该实话实说 小谷 小谷 能不能帮我个忙 给他烧个话呢 管浩天 我要是不帮你 会给你打电话吗 这个周末呀 白丽过生日 莎莎呢 会陪她一起吃晚饭 到时候 我把地址发给你啊 谢谢 谢谢 最好 我告诉你啊 那女人就得哄 你得 不验你